好久不見了 現在是一定要短視頻 所以開場就告訴你重點 我是Jack 今天要教你調重心的細節 那很久沒拍教學影片了 首先我們先讓你的 球側手球側腳在前 假設你是左撇子可以先練習左手 你是右撇子可以練習右手 所以以教練為例 我右手右腳在前 那我要感覺如何下降重心呢 首先你要先認知一點 就是地心引力的存在 那你要怎麼知道有地心引力的存在呢 很簡單 把你的球拉高 放下 球的下降的速度 就大概是地心引力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會去練習 跟著球一起下降 好接下來你已經知道下降了 我們接下來講調重心的細節 可以將你的後腳稍微墊高 讓前腳尖喔 不要是前腳掌 讓你的前腳尖輕碰到地面 將支撐的重心移到前腳 然後同時跟著球 一起下降 一起下降 一邊可以做五次 依照你個人的能力 來決定你想要下降的次數 OK 那這是調重心的一開始的練法 接著我們會把擺球也合上去 我們會合住球 將球拿好 那我們會用虛握的拿法 那什麼是虛握 我會在我們的pre課程 請教練教你 如果不懂什麼是虛握的 可以來上pre課程 好 拿著虛握跟著重心 一起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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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樣子的好處是 當你下降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往前去做爆發 你也可以是選擇 下降 過左邊 所以 兩種選擇 在同一個 調重心的瞬間 那這個就是 現在非常流行的調重心 那我相信這部影片拍完 大概去街頭籃球場都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或者是 有人在使用這張技術 那我是Jack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